小王子刚出生,国王就在他背部写上名字里宣,不料下一秒,婴儿嚎啕大哭,嬷嬷将其背部翻过来,写名字的地方出现了火红烙印,很明显是中毒了,最会解毒的太医说,这种毒出自编手会,也只有他们才有解药,中毒者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不出半日就会身亡,老国王陷入了沉思,多年前他为了称王,接受了编手会首领大幕的帮助,谋害亲弟弟登上王位,虽然如愿做了国王,但却彻底沦为编手会的傀儡,只因大幕让他喝下一种毒酒, 如果一日不喝,就如同上万只蚂蚁肯十般难受,而现在大幕又想用同样的招数,害他儿子,老国王十分无奈,但也不得不去找大幕,没想到大幕得寸进尺,不仅要掌管朝鲜水资源的资格,还要求世子成年后必须加入编手会,成为跟他一样的傀儡君王,编手会得以掌握下一代朝鲜王朝,为了救儿子,老国王还是妥协了,可当他拿着解药回去的时候,小世子却没了呼吸,就在大家以为世子已经没了的时候,突然又听到了他的咳嗽声,世子活了过来, 太医赶紧上前诊脉,原来世子由于害氏出生,体质特殊,自己克服毒性活了下来,如果他再次中毒,他身上的名字将会显现出来,老国王很是高兴,但他不想世子,像自己一样成为提线木偶,于是对外宣称世子已经毁容,并且以后只能戴着面具生活,因为加入编手会,只需要名字和人脸验证就行,从那以后,只有老国王王后和大将军,见过世子的真龙,其他人看到的话,都会被将军当场除掉,因此,世子长大后十分孤独, 只能整日躲在国王,为他建造的温室里,面对着自己的面具,自说自话,他甚至还反抗过父亲,在大庭广众之下要摘掉面具,可突然随从们都吓得跪在地上,因为世子一旦摘下面具,身旁的大将军就会拿刀杀了他们,世子因此也只好放弃,可是这一天意外出现了,一位女子闯进了世子的温室,还把世子当成了宫中的太监, 为了找出自己,需要带假面的原因,他回到温室翻阅书籍,得知宫外的一名太医,知道自己假面的秘密,就准备出宫找这名医者,可此时一名女子站在她的前面,目睹了她的真龙,这可是死罪,但女子似乎不知道她是世子,把她当成太监,叫她搬这些花草到自己的府上,两人蒙圈之际,贴身内官走了进来,世子赶紧将女子拉到一旁,捂住女子不让她出声,女子感觉到危险, 便掏出银针扎了世子,等太监走后,女子赶紧跑了出去,却被门口的守卫困住,她才得知这是世子的温室,任何进去的人都得死,此时戴好面具的世子,从另一边出来,替她解了围,并警告她不许将密室的事情说出去,女子为了活命,只好答应,可就在世子走进去的时候,她看见了男人脖子上的血液,才明白这人就是世子,原来这个女人叫金花,编手会大幕的孙女,今天奉命进宫,参加妃子选拔,可她并不想成为妃子, 于是在宫中闲逛,才误闯了世子的温室,大幕以为孙女对世子妃之位,不感兴趣,没想到金花对大幕说,自己要当世子妃,这样大幕,对世子是否毁容产生怀疑,因为孙女绝不会喜欢一个毁容的人,此时的世子,已经跟内官换好了衣服,准备出宫,找自己为何戴面具的答案,刚来到街上世子遮遮掩掩,生怕别人看到她的脸,不料一个大哥撞到了她,大哥骂她脸上眼睛当板收用,世子这才反应过来,没人认识她,便开心地在街上闲逛起来, 突然她看见远处一个小孩盯着她看,看样子已经好久没喝水,善良的世子背着小孩来到水井处,咬了一瓢水就给她喝,卖水的人伸出手要钱,小孩扔掉水瓢就跑了,卖水小哥说一瓢水要一文钱,不给就不能走,世子从旁边的人得知,工作一天才十文钱,一瓢水就要一文钱,就不是抢劫吗?旁边的人也开始起哄,场面顿时混乱起来,百姓们开始上去抢水喝,这时养水厅的人赶了过来,毫不客气地射出利剑,世子瞬间中剑倒地,幸好胸前的书本 挡住了剑,救了世子一命,可羊水厅的人仍然不放过她,追了她一路,幸亏世子碰到了美女佳恩,佳恩看她不像坏人,就把她藏在自己的轿子里,假装是生病的母亲,世子才得以逃过一劫,为了答谢佳恩,世子从包袱拿出一本书要送给她,还说自己叫千秀,正要去找一位医师,巧合的是,佳恩正是医师的徒弟,于是带她找到了医师,世子看着眼前酗酒的老者,说,这不是自己要找的人,自己要找的,应该是一位,注意一态的学者,可医师看着她的医师。 看到世子手上的书之后,瞬间明白了她的来意,因为这本书在宫中仅此一本,医师摒退旁人之后,世子就指出自己,为何要带着面具生活,可医师并没有回答世子,而是问世子今年的雨,比去年下得多,为何百姓比去年还缺水喝,世子一头雾水。 医师称,等世子弄明白答案之后,自己就将真相告诉她,世子无奈,只好将书夺回,跟着佳恩离开,可就在路上,世子看不惯今天问她要钱的李轩,就是这位跟她名字一样的贱民,两人就扭打起来,在佳恩的劝说下,两人才停止打架,但回到李轩家的时候,李轩的母亲因为缺水难产,李轩母亲也是佳恩的乳娘。 于是,三人结伴来到养水厅买水,不料守卫告知,已经过了卖水的时间,只能明天再来,可拿不到水就是一失两命的事情,世子激动的想要说出自己的身份,就在此时,李轩的父亲赶到,塞了几个铜板给守卫,加上他又是养水厅的工人,不一会就将一桶水提了出来,就在此时,养水厅的上级领导赶到,父亲赶紧溜至大吉,世子等人健壮也撒腿就跑,可上级领导正是金花,金花看见男人脖子上的针印,顿时明白了,这位就是世子,李轩父亲将 水带回去之后,母亲顺利产下了儿子,世子也暂住在加恩的家里,两人当晚就一起看了星星,可第二天,李轩带来了坏消息,他的父亲因为昨晚偷水,被官府抓走了,李轩只好求助加恩的父亲,因为加恩的父亲,好歹是个县令,可就在去往官府的路上,世子被宫中的侍卫拉进一间破坊,让他马上回宫,可世子要看到李轩的父亲安全,他才肯离开,世卫拿出东宫的腰牌,经过小弟确认,确实是世子,众人立马下跪,藏在人群中的金花, 看见世子脖子上的针印子,心想,不愧是我男神,世子的权威下,李轩的父亲得以获救,众人欢呼大喊,世子万岁,加恩对眼前的世子满眼崇拜,但他并不知道,对方是他认识的千秀,为了永绝后患,世子命限令彻查洋水厅,原来洋水厅为了获取利益,被地里堵住了百姓们的水源,百姓没水之后就只能向洋水厅买,此时,他们在以高价受水,才导致百姓怨声载道,他正要将证据拿回宫给王上看,不料意外发生了,李� 李轩背着霍救的父亲回家时,路上却被人双双打晕,睁眼之后,父亲被人吊在了树上,没了呼吸,不用脑子,想不知道,这是洋水厅干的,只是为了杀鸡敬喉,愤怒的李轩拿着镰刀要替父亲报仇,幸亏被摘掉假面的世子拦下,看着绝望的李轩,世子决定说出他的身份,李轩起初还不相信,但看到腰牌的那一刻,他信了,随后世子带着李轩回宫,连同查到的资料一起面见国王,说自己查到洋水厅犯罪的证据,让国王查抄 可国王大发雷霆,遣走他人之后,大骂世子不要插手洋水厅的事情,随即说出了世子,需要带假面的秘密,另一边大幕知道县令调查洋水厅,派人告诉国王,洋水厅的命等同于世子的命,要想保住世子,就要世子亲手杀了县令,世子得之后,求父亲救救他,因为县令是家恩的父亲,但国王知道如果不照做,世子就会有危险,国王无奈,只好找到县令做思想工作,县令表示自己愿意为大义牺牲,但世子不愿杀掉家恩的父亲, 那样,他不知该如何面对家恩,于是国王把世子关起来,让清云假扮世子,代替世子行刑,世子看着难过的家恩,走投无路的他找到医师,让他指点自己该怎么做,医师说,编手会的势力太强了,只能从中间瓦解,于是劝世子加入编手会,世子为了替家恩父亲报仇,告诉国王他要加入编手会,可父亲死活不同意,担心儿子有危险,这是建民李轩,主动提出假扮世子替他入会,国王答应了,因为编手会有种药物,任何人吃下去,都会说出, 自己的真实性命,而建民李轩正好和世子同名,可就在入会仪式完成之后,大木的野心更大了,他带着假世子冲进宫中,要将国王杀掉,因为比起老国王,年幼的世子更容易掌控,宫中一片混乱,此时的真世子出现,喊了声父亲,大木这才意识到那个才是真世子,随即派人抓住他,而另一边,世子的母亲也没能逃过,还剩最后一口气时,正巧被来为父亲讨说法的家恩遇到, 往后告诉家恩,杀他父亲的人是编手会,还有一定要把东宫坛子里的东西,交给真世子,此时的真世子被追杀到了悬崖边,和刺客双双掉下了悬崖,好在世子还有呼吸,大木的孙女金花率先找到了世子,出于对世子的木炼,他给世子吃了假死药,帮助世子骗过他爷爷,不久后,大木也带人赶到,发现世子已经没了呼吸,他让手下将世子埋掉,准备让身边的李轩冒充世子, 第二天,金花大步狂奔去救世子时,泥土已经被挖开,原来清云早就将世子挖出来,此刻,正在医师这里救治,宫中贱民李轩,当上了傀儡君王,就在面见大妃娘娘的时候,娘娘一眼,就看出了破绽,世子醒了之后,决定蓄积力量,向大木复仇,夺回王位,随后在医师的安排下,世子跟着包袱商历练,因为包袱商是个很大的组织网,如果能运用好这股势力,世子将拥有朝鲜,最强的情报网和物流网,世子开始背着货架,走街串向 干苦活累活,晚上还跟粗人挤在一个房间,这样养尊储優的世子很不适应,头领还让世子去收他未废,开始世子唯唯诺诺不敢上钱,后面觉得很有趣,以后就收了一大袋回来,可晚上伤头,想拿这些钱去吃喝,却被世子强烈反对,世子提出拿钱帮助需要的人,比如说前几天被货物砸死的工友,他的妻儿正需要这些钱,世子还义正言辞地说,以后这些钱如果不乱花,他们商团的人生老病死,都可以拿去用,这番话说到了其他大哥的心里,纷纷表示支持, 伤头也不再多说,第二天伤头就收到了,公有妻子的感谢,他对世子的看法有了改变,另一边宫里的假世子,拿到玉洗之后,大幕得寸进尺,想要国家的造弊权,尽快掌握权和钱,假世子颤抖的手迟迟不盖印,幸亏大妃娘娘及时赶到,称世子年又不能私自做决定,自己将会垂帘听证,直到世子成年,并且造弊权不能交给编手会,台下编手会的党羽不敢多言,毕竟大妃娘娘出生将军是家,手上握有兵权,大幕也只好作� 暗地里商量着计谋,决定把手伸向穷苦百姓,大幕派人将百姓的房屋砸烂,将他们赶到其他地方,这其中也包括了家恩,声称没钱了编手会,可以借给他们,家恩就带着他们另谋生计,五年之后,大妃结束了垂帘听证,假世子又重新掌握了权力,大幕又开始行动了,他让百姓们半个月之内,归还之前借了欠款,可百姓一时间拿不出钱,晚上在一起商量,听了有个包袱商头无所不能,肯定有办法,于是家恩等人,就踏上了寻找包袱商的路, 当见到头领的那一刻,家恩一眼就认出,他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千秀,然而世子一口否认,他不想家恩,因为自己再次受到伤害,处理正事要紧,家恩也没有再追究下去,世子听说了来龙去迈之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来到富商们的聚集地,准备找他们帮忙,不料富商的头领,是大幕的女儿金花,但世子没有认出金花,原来世子失踪后,金花离开了编手会,靠着智慧自立门户,成为了富商巨头,世子跟富商们商量借钱给百姓,他说编手会 是个野心很大的人,现在编手会下辖的洋水厅,正在聚集资金,这次的目标是平民,下一次就会将手伸向他们富商,如果这次他们帮百姓渡过难关,大幕的阴谋就不攻自破,之后他们也不会受到威胁,在金花的帮助下,富商们答应了世子的请求,但金花要求世子要找出洋水厅,大肆揽财的原因,第二天百姓们高兴地拿钱来还款,拿走欠条,还高举包袱商头领的旗帜 包袱商的名声一下子传开来,百姓们解决战物问题之后,家恩想起先王后的嘱托,去东宫的坛子里拿东西交给千秀 于是家恩乔装打扮,准备进入世子的温室,突然一把刀架在家恩脖子上,原来是假世子李轩和他的护卫,随后两人进入温室 假世子本想告诉家恩,自己就是他的发小李轩,但家恩的话让李轩愣住了,原来在家恩眼里,自己就是他的杀父仇人 最终,假世子还是没有摘下面具,家恩也没有如愿找到坛子,另一边的世子跟青云,已经查到了洋水厅急需用钱的阴谋 他们用来购买大量可以造弊的铜,从而名正言顺拿到国家的造弊权,金花带着世子,去窝馆查找铜的来源 但只从窝人那里,打听到运铜船跟海盗有关,其他一无所知,期间有个女人一直看向世子,她叫梅香,是这片有名的诗人 突然世子注意到大鞭手,出现在此处,她赶紧拉着金花躲起来 却不知,金花是大鞭手的女儿,只是一直没告诉世子,为了弄青铜交易的来龙去脉 世子潜入大鞭手的房里找线索,不料早已有人先下手,两人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直到世子看见对方的手环,两人心领神会之后才停手,可大鞭手被打闹声吵醒 情急之下,对方只好将搜到的东西扔给世子,然后分头逃走,大鞭手赶紧派人去追 因为被盗的是一张重要的地图,上面记录着铜交易的时间和地点 次日世子为了得到更多线索,又一次来到大鞭手的房间,不料大鞭手早就设好了埋伏 世子几人插翅难逃,突然梅香从一旁出现,将他们从密道救了出去 确认安全之后,众人将所有信息汇总,得知是鞭手会的人假扮海盗 明面上称,海盗抢了窝国的运钞船,实际上是掩人耳目,暗地交易 几人商量着,将鞭手会的铜抢过来,王公里鞭手会挡羽,向假世子禁言铸造铜钱 因为很多地方都在闹钱荒,市场上没有东西流通,百姓们苦不堪言 假世子当场应允了,但是解决钱荒,需要铸造100万贯钱,需要78万斤铜 而护槽现有的铜只有10万斤,远远不够 大木赶紧让儿子加紧拿到足够的铜,这样他们就能拿到朝鲜的造弊权 世子这边也得到了,他们要进行铜交易的消息 可他们人手根本不够,梅香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找到一个想急于立功的官兵,跟他透露暗行御史凤大菲之命 调查走私的事情,如果能助他一臂之力,官兵果然上钩 到了与窝国交易那天,大编手和洋水厅长,满意地跟窝人告别 造弊权即将掌握在他们手上,就在他们准备走时 老姚假扮的暗行御史,出现阻止他们 大编手看他一个人,上前就要揍他,只见老姚大喊一声 官兵立刻赶来,两队人马激烈交战 大编手赶紧从一旁逃走,不料遇到了早就埋伏好的青云 但青云寡不敌众,还是让大编手逃脱 而金花早就给父亲备好了马,他不希望自己父亲被抓住 随后直接往手臂上割了一刀,柿子看见金花受伤后 没再追赶大编手,停下来照顾金花,金花暗暗发誓 以后不会再背叛柿子,被抢了同志后 杨水厅厅长大发脾气,认为是家恩告发了他们 因为只有家恩看见过,大编手跟他在营地商量 便对家恩动起了手,幸亏柿子的侍卫出现挡下 称柿子要召见家恩,随后将他带走 原来贾柿子的妹妹和母亲,一直都是家恩照顾 而且他也喜欢家恩,将他叫来温室 询问家恩有什么需求,他定会满足 但家恩唯一的要求,是洗刷父亲的冤屈 贾柿子没有回答,因为他是傀儡 柿子只能给家恩生活上的帮助 大飞和编手会的大幕,听说柿子竟然召见女子进温室 都对家恩非常感兴趣,大飞率先了解到 家恩是之前服饮的女儿,他想替父亲平反 大飞觉得家恩可能是贾柿子的软肋 利用家恩掌控贾柿子,让他一起对付编手会 于是将家恩叫进了宫 还在柿子面前答应替他父亲申冤 真实目的是想让家恩摆脱罪人之女的身份 让他当贾柿子的后宫 过几天,大飞又将家恩召进宫 称他父亲之所以受冤枉 因为现在君主的昏庸,想让家恩尽快获取柿子信任 然后除掉他 家恩虽然怨恨贾柿子 但还是觉得大飞的话不可思议 战战兢兢地回到家中,他突然发现了 妹妹画了一张画,画中的图案 正是之前千秀给他看的随身配饰 而且妹妹这几天只接触了头领 家恩怀疑头领就是千秀 于是赶紧出门去找头领确认 另一边的大幕也调查到了 家恩得知大编手将同弄丢后很生气 于是撤了他的大编手智慧 然后准备派人杀掉包袱商 头领金花得到爷爷要杀柿子的消息 怕柿子有危险 赶紧冲出门去寻找柿子 金花顿时心生醋意 就在家恩准备问柿子身份的时候 大幕派的杀手也赶到 没等柿子反应过来,他已经被砍了一刀 金花看到柿子受伤很心疼 向天空放出信号弹 杀手们看到信号认出了金花 随即快速撤离 家恩将柿子带回去照顾 忽然在柿子身上找到了吊坠 确认了他就是千秀 柿子醒来后也承认自己是千秀 并且一直没有忘记家恩 隐瞒家恩是为了保护他 此时金花找到爷爷大幕 就问是不是他要杀头领 如果要杀他 自己也会跟他而去 五年没回来的孙女竟然说出这种话 大幕沉默了 为了保证柿子的安全 金花跟大幕说 自己愿意继承大编手的位置 只要大幕不再派人杀头领 大幕权衡之下答应了 于是金花成了大编手 接管了编手会 真柿子抢了铜之后 决定将铜送给宫中的护盘 换取一个立判的职位 柿子想让医师去当这个立判 因为之后要对付编手会 这个位置至关重要 于是医师顺利当上立判 老瑶也获得了相应的官职 接着柿子去见了假柿子李轩 因为隔墙有耳 也没有多说 可当柿子问起 佳恩在宫里的情况时 这让假柿子对真柿子充满敌意 假柿子并不知道 真柿子跟佳恩已经四定终身 此时的佳恩正在进行宫女训练 他惊讶地发现 训练上宫竟然是梅香 原来梅香是老上善的人 老上善从小就收养了他 他们谁的边也不靠 认为只有大飞天 编手会 柿子 三方势力均衡 作为奴才的他们才能安全 这天征战在外的大将军 崔县突然回来了 这让各方势力提高了警惕 因为崔县拥有20万精兵 要想攻打编手会 简直绰绰有余 而崔县马上被大飞召见 他答应了大飞要去攻打编手会 但突然有老陈告诉崔县 现在的柿子是假的 他只是编手会的傀儡 于是带崔县找到了真柿子 崔县跟柿子说出了 要攻打编手会的事情 请柿子定夺 柿子犹豫再三 觉得不是时候 会伤及无辜百姓 此时立判也来请求柿子 现在万万不要攻打编手会 于是崔县听从了柿子的旨意 但大飞得之后非常愤怒 质问崔县除了自己 还有谁能让他拼命 崔县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包袱上领头才是真柿子 大飞恍然大悟 第一次见到他时 就觉得他像真柿子 但是大飞觉得柿子阻碍了他 于右相商量之后 决定将柿子杀掉 让佳恩端去有毒的茶水 可佳恩并不知情 柿子就这样喝了下去 等佳恩走后 柿子就倒了下去 大飞的人马早就等候在外面 于是将柿子放在推车上 拉出弓倒入了水中 就在此时佳恩出现 原来他刚才出来后 发现了茶杯中有毒 返回去时 柿子已经被拉走 佳恩就尾随过来 佳恩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 用刀割开绳子 可佳恩一个弱女子 很快就没了力气 两人双双沉了下去 幸亏两人被冲上岸边 再次确认了心意 柿子就背着佳恩走回宫中 又向告知大飞 已经将柿子除掉 非常满意 他立刻召见崔仙 假装很难过地说出 柿子已经被害 并且是大幕下的手 让崔仙出兵攻打边首会 崔仙悲愤至极 连夜赶回边境 调遣军队 要将边首会一举歼灭 临走前还写信告诉了立判等人 自己准备攻打边首会 为柿子报仇 立判以为柿子去世 伤心痛哭 丝毫没有注意到 要去调兵 轴急大喊要去阻止他 他们才知道柿子并没有死 将柿子拥入了怀中 一场惊吓过后 当务之急是阻止崔仙 对边首会的攻打 不然只会两败俱伤 于是柿子去找金花商量 可金花很疑惑 柿子不是一直想扳倒边首会吗 柿子坦言不希望 以百姓的生命为代价 才能除掉边首会 崔仙将边境的兵调回来 边境的蛮夷 并会更加猖狂 金花将有人要攻打边首会的消息 告诉了大木等人 并且还想出了办法 他打算联合边境的商人们 停止跟满意间的所有交易 满意们就会挑起动乱 大木对孙女的做法非常满意 其他人也纷纷赞扬这个新的大边首 梅香和上善也在讨论 柿子被害的消息 因为大飞打破了三足鼎立之势 于是上善准备在大飞寿宴这天 给他教训 大飞的寿宴很快来临 大木先给大飞送来了老虎血 警告大飞 因为大木知道 是大飞怂恿催线攻打边首会 寿宴上柿子端着他的礼物走了进来 大飞惊讶 柿子已经被除掉 怎么还出现在这里 右相也很惊讶 柿子还活着 可这还不是让大飞吃惊的 上善准备的重头戏来了 是一场皮影戏 戏中讲的是柿子出生时 被毒害的故事 当年嫔妃生下一个男婴 巫师说 由于害世 出生是天选之子 先往马上将他立为柿子 并且对嫔妃宠爱有加 那时候大飞还是中殿 出于嫉妒 就联合大木对柿子下毒 立判告诉柿子 戏里讲的 正是他小时候的事 柿子知道了 是大飞要毒害自己 大飞看后凶愣气短 他知道有人提醒他 他所做的一切 还是有人知道的 大飞因此大病一场 几天后宫里 开始给君主选重殿 各方势力蠢蠢欲动 柿子求见大飞 跟他做了交易 表示要帮大飞一起对抗边首会 大飞以为柿子不知道 自己下毒害他的事情 答应用得到柿子的地方 就召见他 大飞叫佳恩给家君王下药 等君王昏睡之后 就寻找一个竹筒 因为这是编手会 每个月都会给君王的东西 大飞想知道 竹筒里面藏着什么 打开之后 却什么也没有 原来竹筒装着一颗音速丸 老上善不想大飞知道 编手会用音速丸 控制君主的事情 就在刚才佳恩回来的途中 让梅香将其拦下 与佳恩说话之际 梅香就将竹筒掉了包 可李轩这边很快就出事了 他醒来后 拼命的找竹筒 必死无疑 没办法侍卫只好将柿子找来 柿子看着痛苦的李轩 承诺一定会找来音速丸给他 李轩说如果自己死了 让柿子戴上面具 重新做回君主 晕了过去 可音速丸只有大墓那里有 于是柿子跟青云潜入大墓的府中 却意外发现金花在那里 柿子因此得知 金花就是大墓的孙女 金花也没多说 就将音速丸给了柿子 让柿子赶紧离开 此时的李轩以为自己要死了 他找来佳恩 说自己恋慕他 但被佳恩拒绝了 就在李轩拉开沙莲那一刻 柿子拿着药丸赶到 在最后时刻救了他 大墓为了削弱大飞的势力 提出给君主选中殿 并将党羽的女儿送去拍检泽 大飞这边却很着急 因为只有右乡的一个女儿 而且好了胆小龙莽 大飞只好叫佳恩一起参加检泽 暗中协助右乡的女儿 果然在第一关的时候 右乡的女儿连茶也倒不好 大飞直接闭眼不想看 更别提味道了 反观佳恩一手娴熟的茶艺 受到了大飞们的赞赏 正当他端起来试茶时 他却发现茶里有毒 此时其他人都纷纷倒下 只剩佳恩和梅香没有事 梅香就告诉佳恩将茶喝掉 不然他就会被认为是下毒者 原来检泽发生的中毒事件 是大飞一手安排的 王室成员没人再愿意参加检泽 大飞因此拿到检泽的主导权 他准备推选右乡的女儿为中殿 大墓为了让自己的人当上中殿 决定对佳恩下手 所以佳恩是检泽中的下毒者为由 抓起来关进易进府 这样世子和李轩都没想到 为了救出佳恩 他们开始寻找下毒之人 而大飞为了不留后患 准备让下毒的老上宫告老还乡 幸亏出到宫门的时候 被世子拦下来 李轩就用老上宫威胁大飞 协助他们救出佳恩 可就在佳恩和世子准备出宫的时候 大飞就告诉佳恩 他进入了二次检泽 原来是李轩想将佳恩留在宫中 和大飞暗地做了交易 世子将立判做好的英作丸解药 带给了李轩 可李轩的亲信很是怀疑他 说解药的配方只有大木知道 包袱伤头领怎么会知道 于是叫来上宫 没想到上宫吃下之后 竟毒发身亡 这让李轩对世子充满怨恨 于是李轩找到大木 让大木帮他成为真正的王 并且杀掉世子 并告诉大木包袱伤头领就是真世子 大木得知头领就是世子后 将金花的亲信严刑拷打 并且对孙女的背叛极其愤怒 金花以命相抵 叫爷爷放过世子 可大木心意已决 将金花关了起来 李轩的亲信来找大木 原来他是大木的人 正是大木让他将解药送去 离间世子跟李轩 因为解药只对中毒之人管用 其他人服用就会中毒身亡 为了抓到世子 大木又命人将佳恩抓来 世子知道后 不过他人劝阻 独自一人来到编手会 大木很欣赏世子的胆识 但世子料定大木不会轻易放过他 就一边让青云去救佳恩 可刚救出来 就被大木的人拦住 作为教训 大木在世子面前 砍伤了青云的眼睛 为了救佳恩和青云 世子迫不得已加入编手会 为了世子顺利加入编手会 大木让金花的亲信 将金花引开 大木怕孙玉阻碍他的计划 他把佳恩和世子 带到仪式地点 将刀架在佳恩脖子上 世子才肯吃下音速丸 大木根本不想留世子活口 直接让世子吃下三颗音速丸 趁此机会将它除掉 抱着他痛哭大喊 此时金花回来了 得知爷爷杀了世子 想一刀杀死亲信 但他最终没有下手 而是让他找到世子 世子被大木堵死 然后将它丢弃在荒郊野岭 但世子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随后世子发现了 大木制作药丸的地方 制作药丸的都是年幼的女童 他们徒手捏着药丸 稍微不小心就会被堵死 而王公这边 大飞大摆宴庆祝 右乡的女儿当了中殿 假世子早已跟大木联合 打算让所有大臣都喝下英素酒 但李轩还算顾旧情 秉退了立判等人 看到大家都喝下去 李轩放下了手中的酒 这时大木带着队伍赶到 控制了整个王公 众大臣得知被下毒后 都不敢轻举妄动 最后大飞被软禁起来 李轩给洋水厅长封了官职 管理造毕权 而立判等人被赶出了宫 一夜之间 编手会掌控了整个王公 大飞的势力全无 金花以为世子死后 心灰意冷 打算复死 大木听说有人闯入花田 于是派金花去抓拿入侵者 没想到竟然是复活的柿子 金花激动地抱着柿子 随后两人将青云救出 还放走了花田里的女童和工人 金花一把火烧掉了所有英素花 大木得之后迅速赶来 他再也不能容忍了 一刀砍向了自己的孙女 金花就这样倒在了爷爷的刀下 父亲抱着金花痛哭 此时的柿子安全和立判等人会合 柿子复活是因为出现了明炫反应 因为他出生时就中过此毒 并且活了下来 这也是能证明他身份的唯一证据 立判称先王将玉址放在一个坛子里 但具体位置不知道在哪 金花的亲信昆得知大木杀死金花后 他决定为了金花追随柿子 因为昆一直喜欢着金花 金花的父亲在女儿死后 对编手会没有任何期待 决定离开大木 而家恩来看望已故的父亲 竟然在这里遇到复活的柿子 两人也冰湿浅显 家恩得知柿子在找坛子证明身份 他立刻想到王妃临终前的嘱托 决定回宫找坛子 现在也只有他能在宫中自由行走 柿子等人决定正面迎敌 进宫夺回王位 可追捕他的势力遍布各处 于是在上善的帮助下 在驱鬼日的前一天进入王宫 第二天早朝时 他率先穿好龙袍 戴上面具 而假柿子这边 上善尽量拖延时间 等假柿子李轩反应过来时 急忙赶往朝堂 此时的柿子已经在朝堂上 看见两位戴着面具的君主 大臣们无法定夺 但编手会的人 早已知道哪个是真柿子 于是替假柿子说话 此时的佳恩已经翻路温室 并且找到先王留下的坛子 就在大家争论不休时 立判等人赶到 术先王留下一照 柿子身上有明炫反应 中毒时 肩膀上会出现宣字 佳恩正好拿着坛子赶到 并找到先王留下的文书 大飞命人将毒药端来 李轩率先将毒药拿在手上 准备喝下 可柿子突然抢过来 他念旧情不想李轩因此死掉 毫无犹豫地喝下毒药 果然在他身上出现了明炫反应 编手会党羽也无法争辩 世子又重新登上了王位 李轩等人被关进了监牢 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赶紧制作解药 不然大臣们都会毒发身亡 因为英苏花田已经被烧掉 可立判研究了几天 还是毫无头绪 世子无奈 只好去找大牧 让他交出解药的配方 但被大牧拒绝 就在危急关头 金花的父亲出现 自愿交出解药的配方 完成女儿的遗愿 立判也顺利将解药做出来 但大臣们谁不肯服用 因为是大牧儿子提供的配方 生怕是大牧要将他们追死地 这时家恩站出来以身是毒 先将毒药吃下去 再服下解药 看见家恩安然无恙 大臣们才愿意服下解药 随后 世子带着人马包围大牧的府邸 大部分人已经归降 但杨水厅长带着精锐部队是死顽抗 大牧不愿臣服世子 便服毒自杀 世子和家恩来找好友李轩 将解药交给他服下 世子称让他当替身感到抱歉 李轩没想到世子如此宽宏大量 但他无法面对世子 于是离开了王宫 路上他突然想起亲信小贤 世子当初送来解药 是他提出要找上宫试毒 可如今世子并没有危害他的举动 果然不出李轩所料 在编手会残党的命令下 小贤准备对家恩下手 让世子抱憾终身 在接家恩回宫的路上 小贤先将随从全部杀掉 正准备杀了家恩时 突然被赶来的李轩挡住 随后世子才赶来 李轩临死前说出了 自己对世子的愧疚 一年后 家恩被册封为中殿 而世子成为了一代人均 对世子的愧疚